李宗TV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收看今天 顏老師在6月12號下午1點半 現在這個所謂的即時收盤的一個 所謂的股市的一個訊息的這一個節目 那當然今天的話也是顏老師 今天第一天來上我們的李宗TV 我希望在這個節目裡面能夠帶給大家 更多的一些所謂的資訊的內容 那希望說這個資訊的內容 對於投資人他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在所謂的加LINE的部分的話 我們裡面的資訊會提供第一個 這個大盤未來的一個走勢 包含每天的強弱事故 顏老師都會順帶的在所謂的 這個LINE裡面的話 會即時的公佈的一些訊息 所以說如果說你需要顏老師這個訊息的話 等一下在節目結束之後的話 可以直接做所謂的加LINE的動作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畫面的話 我們先看到所謂的美國的一個道琼的一個指數 他的K線圖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他這個K線圖 投資朋友從電腦螢幕裡面看到了 那你會發現 現在美股他的所謂的強度 他是強於所謂的台股 也就是說現在 未來的一個走勢裡面 美國盤的一個指數 他會帶動所謂的台股的一個大漲 所以說近期的話 你看到美國目前為止是屬於強勢的話 外資在近期以來操作 他已經由賣方轉為所謂的買方 那6月份行情要注意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有所謂的半年報的行情 第二個台商的資金開始回流了 那中美貿易戰的話應該會在近期的話 他會得到一個所謂的突破性的一個發展 但是投資朋友現在目前為止 所面臨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所謂的台股的部分 那台股近期的走勢裡面 他不是很強 他不是很強 那在不是很強的一個狀態之下 這個成交量 這個成交量 他是屬於一個萎縮的 成交量沒有辦法看到所謂的 這個投資人他對於台股 他是有熱情的話 所以這台股近期 我們就以所謂的短線來看的話 他是屬於一個區間震盪整理 那在未來的一個走勢裡面的話 我相信這個台股 會在投資人慢慢回到這個股票市場之後 他會發生所謂的突破性的一個發展 但是你現在倒數當然要注意 手中可能就是說現在持股的部分不用太多 尤其你手中可能有所謂的被動元件 吸金元的 手中可能有些套勞的股票的話 你都可以尋求 這個研老師 在所謂的李宗TV這個平台裡面 你加LINE之後成為好朋友的話 我們都會及時的在第一個時間點 直接告訴你 你手中的股票應該要如何來處理的話 對於各位他的幫助性會比較大 另外新的股票的一個 所謂分享的話 從今天的節目開始一開播了 我會在這個禮拜 會進場一檔股票 我希望說你今天如果說有加LINE的 那研老師就會優先的來幫各位來做出一個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幾檔比亞 指標性質的股票好不好 那當然手中有被動元件的人 那指標性質的股票 你就要看到所謂的237的所謂國具 那很多人去操作被動元件 我相信可能都是賺不到錢 都是賺不到錢 那為什麼去操作被動元件賺不到錢 這個事情會發生在投資人身上 因為他們都非常相信基本面 他認為說這個基本面 我之前去買被動元件 我不管是買國具 華新科 新倉店 我是有辦法賺得到錢 但近期你會發現 買到這些所謂的被動元件的這些股票 他們用K線圖來看話 這個是國具 你看這個低檔局 幾乎整理了20個交易日 你不管在什麼地方你去出手 目前為止可能都是套牢的 所以說我這邊先要講一下 手中有被動元件的這些投資人的話 你不用去擔心 因為岩老師在理宙TV這個平台 我們今天第一天首播 我們要幫助更多的一個投資人 我就以所謂的被動元件 這個族群做為一個代表 但很多的股票都跟被動元件一樣的 目前為止可能都是套牢的 有套牢的股票的話 我們會開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我們來交流一下 把你手中的股票交給岩老師 當然你會問說岩老師 近期以來我要去注意到什麼樣的股票 其實說你去操作的一些選項裡面 包含有兩個族群 第一個族群叫電子 電子的話 你必須出手要非常快 可能你先行做價差操作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是堅持說我今天不做電子股 我要來操作所謂的傳產的話 我相信我在節目裡面講過很多的股票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這個代號1201的衛權 好不好 衛權這檔股票 我們看一下它的K線圖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你今天去買到這個趨勢往上走的股票 只要你佈局佈得快 你在第一檔區你敢買的 比如說看到這檔股票叫衛權 那第二檔股票的話我們看到說1216的 1216的統一 那近期大漲的看到1218的泰山 那證明了一件事情 不管你今天是買統一買衛權買泰山 這三檔股票任何一檔 任何一檔他們都有個共同性 他們的技術分析呈現多頭排列 只要你買得著多頭排列的股票 你就算不去買所謂的電子股 你從這三檔股票裡面你都賺得到錢 但是操作營建股的話要記得一件事情 它必須要耐心傳產 做傳產跟營建的話必須要這個耐心度 要不要夠 這也要是給大家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建議 但是你如果說老實 那今天的話 牌面上面有沒有什麼比較強勢的股票 那強勢的股票的話 我們來看到一檔股票叫做1809的中佑 那今天的中佑還是非常強 它的股價創破端新高 那這檔股票的話股份小第一個 第二個它近期的話只有所謂的 這個稀土的一個題材 那稀土的題材並沒有辦法帶來業績的成長線 但是它這個股價卻不斷不斷往上漲 這個代表目前為止籌碼 它是偏向在多方 像這檔股票 岩老師在所謂的運動財經台裡面 我相信電視節目裡面 我都每天的講 從一根漲停滿到兩根 從三根一直到今天而言的話創新高 但是股票是有買有賣的 如果說你把這檔股票賣掉 賣掉 那我們現在就有多餘的資金 要去準備買進第二檔的股票 像我們近期 我們在節目裡面講到這個4968的利基 我在我昨天的一個電視節目裡面 我跟全國一個投資人 我公告這檔股票 我就是先行了兩次的操作 進行所謂的賣出的一個動作 那其實還是回到股票的一個原理 股票要有買有賣 盡量的買在低檔區 買在所謂的發動點 當這個趨勢成形的時候 這股價往上走的時候 就可以順勢的在相對的一個高點 這個賣股票沒有辦法說賣在所謂的最高點 但是可以賣在所謂相對的一個高點 這個地方先賣掉 把資金抽回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準備下一次的一個所謂的操作 可能也有些投資人會問說 也好知道 那最近的話我現在要佈局的話 我應該要佈局哪一些股票 佈局其實這個原理就是你要去佈局 未來會大漲 今年下半年有轉金題材的 包含充馬面是非常好的這些股票 現在還沒有漲 那未來會漲的股票 我今天提供幾檔股票 給大家來做出一個參考 那你可能低價股的部分的話 會看到所謂的2406的國數好不好 國數這張股票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位階低不低 但是它從低檔區起漲的話 目前為止大概漲了四成到五成了 那這個地方你也不需要去做出個追加的動作 你反而要怎麼樣 利用拉回的時候再去做出個承接 那如果說你看得懂基督分析的話 這張股票不管是日線週線月線 現在你看得懂的人 你會去看這張股票 它未來它有沒有爆發性 這個老師先講 因為這股價還沒有漲 我們先講 不是說等股價漲上去以後 我們才跟各位講 那當然它的子公司叫什麼 3691的碩河 當然碩河近期的股價創新高 以後拉回修正 那這個地方能不能站在所謂的買方 這個投資人你稍微去看一下 那岩老師的均線底頓我相信講得非常清楚 六日線、十三日線、五十二日均線 我在我的講義教材裡面都跟各位講過了 那如何去看待所謂的標股 利用所謂的均線量價結構 我相信就能夠準確的 把錢放在口袋裡面 那當然今天的節目裡面 我要跟各位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現在的行情 六月份的行情它是屬於先蹲後跳 今年下半年的行情非常大 你這個時候趕快把手中的股票 先行的把它看一遍整理一次 那如果說你對於手中股票有任何問題的 零老師都歡迎直接加入我們的LINE 掃描我們的QR Code 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零老師都會在所謂的私訊裡面直接告訴你 那我們來看一下LINE的ID LINE的ID麻煩各位稍微抄一下 稍微抄一下 第一個數字叫做小老鼠對不對 小老鼠HXI6868U 好我再講一次 這個ID的一個地址 他是這個小老鼠HXI 看得到嗎 來看得到 這個LINE的一個地址的話 這個LINEID的話 這個叫做小老鼠HXI6868U 這個看得非常清楚嗎 那你現在也可以說直接用手動的方式 這個掃描我們這個現在這個電腦螢幕前面所謂的QR Code 那我跟各位再報告一次 今天你加入到研導師這個LINE的族群裡面 掃描我們今天的QR Code 你在未來半年以內的日子裡面 第一個大盤的任何的一個轉折的一個訊號 你會收得到 那個股如果說要開始發動的同時 不管基本面技術面的一些研究報告 你一定都會收得到 那有些很多的一些好股票 我們都會跟好朋友一起來做出個分享 所以說今天這個加LINE掃描QR Code 是投資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現在你還沒有加的 還沒有掃的 現在動作比較快的 我們六月份的話即將要發動的 最新的股票的一個所謂的時機點 跟所謂的股票名稱 我們會適當時機點在所謂的LINE裡面 跟大家來做出一個公告 那再講一次這個掃描QR Code 這個加LINE的動作的話 就是能夠成為顏老師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那好東西要跟好朋友來分享 當然很多的股票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直接的在所謂的LINE裡面 可以直接用私訊的方式來問顏老師 那老師都會立即的來回答你 那對於這個未來大盤的一個走勢 你不用說過於去煩惱說這個中美貿易戰怎麼樣 這個川普跟習大大又怎麼樣 這個六月份都會決定好 那我認為目前為止投資人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先檢視一下 先看一下現在我們手裡面的股票 到底這個狀況怎麼樣 如果說你不知道你可以直接來問我 老師都會一一的回答你 那我們再把手中目前唯有的資金 我們來做出一個叫持股集中 看準了以後再出手 不是隨便的出手 也不是說去射飛鏢 我們把持股集中在三檔以內 我們來做出一個所謂的漂亮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這個節目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那大家多加的利用 那今天我們滾操聖券節目 在理宙TV第一次的一個開播 我相信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祝大家操作勝利 我們明天見